恐怖啊 汽车车壳烫到八蛋都给煎了个半熟 人坐进去里头更妙被烤晕 全台气温羞腾腾 狂飙新高 室外曝晒的车成了烤箱 开车前究竟要怎么快速降温 有佩服 网路疯传把酒精喝水一毕时混合后喷洒汽车 虽然的确可以断暂降低体感温度 但专家说酒精会伤车子皮革 得用专用降温剂比较好 但如果不想花钱来教你用车门就能降温 上车前先打开一边车门 再把另一边的门来回扇一扇 一 二 三 四 五 扇个至少五次将热空气排出 如果车子停在停车场旁边 没空间开门 就先把四个窗户全打开透风 再来得做这个关键动作 班上车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先开外循环 一两分钟之后再把内循环打开 才能形成一个对流 才有效地把一些热空气给做一个排出 专家说若先开内循环 反而会让车内让热空气相互干扰 记得循环得先开外再开内 排出高温再吹冷降温最迅速 我们实测原本高温飙到42.8度的车内 运用车门加上正确外在内空调循环 马上降到36.3度 一分钟瞬间矿降了6度 夏日气温疯狂飙 开车先做这几招包你不会被烤焦 记得当有此黄玉兰采访报道 好